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SK蛋 今年几岁? 47岁 我是做Engineering的 因CCTV影响的 你是怎样知道张普生教授的? 去年 也是孔雀冥王法会 我跟我表哥他们一起来参加孔雀冥王法会 赞! 很殊胜 活共 因为感觉到跟佛菩萨降下来 看到佛菩萨降下来在那个炉中 然后烧那个炉的时候 就看到那股能量这样升上去 我相信你们的Youtube也有播料出来的 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诵经的部分就比较感动 但是 跟那些大法会没有什么震撼我 我比较震撼我是在火供那边 他的火供真的是很震撼人 而并不是可以用字眼解释得到的 他能量是很强的 能量 如果说那你推荐更多的人来 一切随缘 一切随缘 因为我们不可强求也不可强压人家来 一切随缘 但是我会跟他们讲 OOS的好 然后 我们修念要注意什么事项 老师的功法很深很深 你看得到 你做得到 你做不到 你就不懂 因为很多同修在里面 这是一个收工法 就包括了能量的允据法 怎样的 怎样收回下丹田法 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只是 没人发觉这个弊命 是一个密来的 老师很多密 他是教了我们 但是你们回去念 你们未必懂 那个密就在其中 只是一个简单 收工跟职关 已经是 上你们的课程 我认识了职关 也上了你们的课程 我也认识了收工 我也上了分泌液 然后为何老师讲 为何我来这边 的OOA的原因 因为我身体有一个问题 我平不平衡 除了刚才讲阴阳平之外 就是我上中下丹田 我下丹田 能量很弱 我上丹田 跟中丹田 我吸太多 太阳的Energy了之后 下不到下丹田 所以 我就好像一个 倒垮 一打那个 没空了 所以我说 老师的收工法 是很重要 很重要 不要看只是 这样子 慢慢 收 压 去 里面有个密 在里面 以前不知所为 现在懂 什么叫做无为 什么叫有为 什么 无为之后 去有为 有为之后 去无为 在这边见到 看到很多东西 很多密 在里面 是 看到还是看不到 要不要分享 与不分享 在这边 这边 在这边 里面 里面 在这边 里面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